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子涵与老公戴相宇川同一套衣服秀恩爱,网友,为何打马赛克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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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起娱乐圈里面晒幸福的很多,有的是在街拍中晒,有的是在任何大庭广众下晒的 而这位,则就直接晒出和老公的素颜换衣服准备睡觉时的照片 昨天,陈子涵就更新了微博,发出了和他老公戴相宇的晚安照,并配文道,两位模特的诠释 这个换衣服的是什么梗?看一下他发博的时间,还是刚刚踏入夜晚,没到7点时刻,夜色都还没完全变黑的节奏 竟然就那么心急的晒照了 从配图中可以看到,陈子涵和他老公戴相宇身穿的衣服是同一套 白色的男士背心T恤配上一条印有契额的大裤衩 陈子涵是完全素颜招,头发凌乱的散披着,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那种清秀的模样在 反倒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路人家 他老公戴相宇的颜值反而在,高高的个头,浓浓的眉毛,帅帅的昂起头 不错,素颜下的颜值也超过其他男青 对于他这样突然打晚上的换装行动,有网友们就开始很惊呼了,来看看都说了些什么吧 这个网友at轻轻L秋日的痕迹则开玩笑的说,陈子涵被他老公戴着也爱上大裤衩啦 然后这个网友at忙内和小鹿则充满疑惑的说,为何打马赛克? 这打马赛克的应该是在酒店吧? 哈哈然后网友at乔治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则很配合的说道,感觉特别般配,特别有气质,超扬远的,喜欢你们这一对 然而网友at少女1106则觉得陈子涵你穿衣服上去,有种衣服快要掉了的感觉 更有网友打趣地说道,高调的saxing服,往往会摔得快哦 其实,陈子涵和他老公的感情基础还是挺好的 拍拖一年就不如了婚礼的礼堂 到现在结婚也有好几年了 所以,偶尔晒一下幸福也是挺不错的,毕竟是还没孩子,小两口嘛 说不定晒完这次幸福以后就怀上了小宝宝呢,对吧 意外总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你们呢?喜欢陈子涵这位女星吗?喜欢看她演的电视节目吗? 对于她们这一波的晒幸福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哦! PS,图片来源于网络 发展面眼前的努力 感谢观看